今天给大家解读宋秉申的代表作 供营研究精选股票基金 宋秉申是供营瑞幸宝藏级的基金经理 从业十年多以来 拿过11座金牛奖 10座明星基金奖 实力强的一批 但是规模却很小 目前只有1.7亿 难道这是一直被市场错杀的宝藏基金 下面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 供营研究精选是一支股票型基金 成立于2014年10月 这支基金成立不久 就遇上了2015年的股灾 规模开始暴跌 从2016年至今 供营研究精选的规模一直不大 大部分时间都低于1亿 去年以来 规模有不断变大的趋势 目前是1.7亿 是一支小型规模基金 宋秉申任职7年多以来 这支基累计涨了226.3% 同一时间段 护身300只涨了74.94% 是护身300的三倍多 这个成绩很不错 很有意思的是 在2019年之前 这支基金表现不太突突 一直被大盘按在地上摩擦 2019年之后 这支基金开始奋发图强 2020年之后彻底甩开大盘 业绩越冲越猛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2022年以来 随着股市回调 供营研究精选也跟着下跌 但是跌得比市场少一点 6局4胜 这支基金最亮眼的时候是2019年以来 它牛市涨得比市场多 熊市跌得比市场少 表现相当不错 供营研究精选基金的最大跌幅 为负53.05% 出现在2015年股灾时 相同时间段 市场的最大跌幅为负46.7% 由此可见这支基金波动非常大 虽然冲得很猛 但是跌起来也毫不含糊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比市场跌得还要多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下半年以来 这支基金的回撤控制得比市场好 跌得比市场少一点 供营研究精选总股票仓位 84.56% 前十大重仓股票占比68.02% 个股集中度较高 去年四季度 宋炳申分别新增和剔除了三只股票 新增了双汇发展 中国国航和春秋航空 剔除了万华化学 个儿股份和力训精密 依稳增长方向 加仓顺经济周期且估值便宜的行业 比如金融 建材 主要是大盘价值股 二成长性行业 加仓跌得差不多 且行业景气度改善的成长型板块 比如消费电子 从近三年基金的行业配置来看 宋炳坤有根据市场走势 大幅切换行业做轮动的习惯 比如在2019年到2020年三季度 这指基金持仓以电子 传媒和计算机板块为主 但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 宋炳申就切换到金融板块去了 那么 宋炳申做投资的能力如何? 行业选择能力 个股选择能力和吊仓换股能力 都奉献了不错的正收益 作为公营瑞幸基金的权益投资总监兼研究部总监 宋炳申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尤其是他的吊仓换股能力最为突出 奉献了最多的超额收益 从2017年以来 其实 这指基金的换手率保持在一个适中的水平 但是宋炳申会适时做一下调整 所以换手率会随之提高一点 等他换到自己满意的股票之后 他又会坚持拿着 等待获益 这指基股票仓位整体维持 在80%到90%之间 此外 宋炳申还是有一定的择时意识的 会根据市场走势适时调整仓位 他基本上就是在熊市时降低仓位 减少掉仓的频率 牛市时提高仓位 换手率也高一点 总的来说就是熊市必嫌少操作 牛市有机会就大胆点多掉仓 宋炳申拥有硕士学历 2007年 他加入公营瑞幸 2012年2月开始担任基金经理 现任公营瑞幸基金权益投资总监兼研究部总监 有意思的是 从2018年底开始 他集中精力值管理公营研究精选这一只基金 这一点跟隔壁家的朱绍行有得一比 在悬股上 他会注重估值和景气度 既考虑低估值的价值投资 也会考虑高景气度的成长股 在具体的投资上 他交易和轮动的操作也比较稳健 会刻意规避上涨太多的股票和估值过高的板块 公营研究精选是长期业绩优秀的基金 从2014年10月成立至今 累计涨了222% 成绩相当不错 基金经理宋炳申在年报里非常看好两个方向 受益余稳增长的顺周期板块和回调 充分且景气度改善的成长性行业 目前这只基金规模只有1.7亿 管理难度较小 加上宋炳申指管理这一只基金 精力不会被大幅分散 喜欢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一 这只基金持仓行业和个股都比较集中 组合对单一的风险敞口暴露较多 容易引起基金较大的回撤 比如最大跌幅高达-53.05% 二 宋炳坤会大幅切换行业做轮动 把握阶段性投资机会 需要对市场走势有很强的研究和判断能力 若行业调整出错 踩错市场行情 节奏乱了 会对基金净值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搞钱基地只做基金测评 不构成买入建议 投资是一个严肃且深思熟虑后才能做的决策 大家买基金 要根据自己的目标收益 何可承受风险综合考虑我 关注我 带你深入了解基金 洞察不易察觉的风险 选机不迷路 祝大家早日发财 关注公众号搞钱基地了解更多买基小技巧 关注后回复基解 还能找小助理领取一份基金大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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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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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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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